特區政府檢測工作組組長、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 和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隊長余德文等人 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試冊臨時棄膜實驗室準備情況及檢測程序細節 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9月1日展開 撤去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臨時棄膜實驗室 經過約兩星期籌備 現已準備就緒 足以應付大規模檢測 工作組和支援隊試冊臨時棄膜實驗室之後 確認各方面準備工作進度良好 由信心實驗室運作可以順利配合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落實 陳松青呼籲市民積極參與同心抗疫 臨時棄膜實驗室已經通過衛生署外部質量評估項目評估 符合為政府提供2019冠狀病毒檢測要求 並已採取相關感染控制措施 確保衛生